这一周不少人满屏都是王宝强离婚 然而他的好兄弟王祖兰和妻子李亚南 却在跨界歌王的舞台上又见了单身狗一连血 同样男的颜值不高 同样女的有才漂亮 他们的爱情却浓似密 两人坚持了一年多的地下情 祖兰因跑男走红后 还被抱为老婆购置亿万豪宅 李亚南在家时也每天为祖兰下厨 这样美女与野兽的恩爱搭配 在娱乐圈也不少见 李笑丽2012年公布恋上了 其貌不扬的创作型歌手李尚顺 李笑丽被对方的才华所吸引 主动展开追求 如今两人在冀州岛过起了半隐居的日子 一起种菜养猫养狗 生活得好不惬意 陈玉凡白白和结婚时 因9岁的年龄差和名气相差很大 热来非议 但白白和凭借失恋33天 一跃成为一线女星 走红后也拒绝让孩子参加真人秀 更坚持不让孩子进娱乐圈 把家庭放第一位 林青霞是一代香港女神 嫁给其貌不扬的富商行李员 则被她自己称为找到了避风港 婚后的林青霞肝当继母 一心为家庭付出 唱红东北人都是活雷锋的雪村妻子于晴 曾以性感闻名 她出道时 以骄好的面容 火辣身材走红 产后她虽然已经发胖30斤 但夫妻二人仍十分恩爱 徐帆1991年认识冯小刚 因才华而清新 1999年 两人步入婚姻的殿堂 连冯小刚自己都调侃 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如今的徐帆尽管没有生孩子 却收养了一个女孩 没有血缘的三人生活在一起 却亲过血亲 李立真曾是香港性感女神 经历七段感情的她 从许愿到潘元良都是丑男 不久前 李立真闺蜜张文慈 还在个人微博暗示 她再次分手 潘元良也默认分手 两人这段九年的感情 似乎又花上了句号